大家好,这里是小爱。 最近,国外一只叫沙莉的可爱小狗火了。 沙莉这只小狗的求生经历引起了无数网友的关注和感动。 被称为泡泡小狗的它不仅因为可爱的外表而受到喜爱, 更因为它背后的艰难经历而引起人们的同情。 沙莉从出生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它的前主人无法继续照顾它, 而且它还患上了严重的肺炎。 整个狗狗看起来几乎失去了生机, 它拼命地呼吸,努力给自己的身体注入氧气, 但始终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生命垂危。 在这关键时刻,凯瑟琳遇见了沙莉。 凯瑟琳是一名兽医,在宠物医院工作。 有一天,它接到了朋友的电话, 告诉他有一只急需帮助的小狗。 凯瑟琳立即开车过去, 当接上小狗的时候,情况已经非常糟糕。 它一直在急促地喘气。 凯瑟琳赶紧将小狗带到救助中心。 鉴于小狗的呼吸困难, 凯瑟琳将它放进了氧气舱中。 这只小狗就是沙莉, 它被放进氧气舱时, 就像一个小小的毛绒玩具, 毫无生气。 兽医经过检查后推测, 沙莉患上肺炎是因为在喝母乳时, 不小心将液体吸进入气管。 一开始,医生告诉凯瑟琳, 沙莉的情况不容乐观, 但凯瑟琳不愿放弃, 坚定地希望沙莉能够存活下来。 沙莉也展现了顽强的意志, 尽管一开始呼吸困难, 甚至呈现嘴巴发青的状况, 但在它待在氧气舱一段时间后, 竟然慢慢地恢复了过来。 从那以后, 小沙莉就在氧气舱中定居下来, 它靠着氧气舱提供的氧气来维持生命。 这个氧气舱就像是专属于沙莉的泡泡, 它在其中生活, 吸取生存所需的氧气。 看着它努力地一口口呼吸, 让很多人都十分感动。 它虽然脆弱, 但它真的非常坚强, 从未放弃过, 在泡泡里努力呼吸着, 抓住每一个能够活下来的机会。 凯瑟琳说, 它是我们的小泡泡女孩。 凯瑟琳最初的计划是让沙莉在泡泡中 待上一到两周的时间, 直到她的肺部状况稳定下来, 康复之后再为她找一个合适的领养家庭。 计划赶不上变化, 沙莉的状况出乎意料的好转。 只吸了几天氧气后, 她开始变得活泼好动起来。 尽管她在泡泡里呼吸急促, 但她仍然会拼命摇尾巴, 舔着泡泡的窗户, 表达对人类的亲近和想要出来玩耍的愿望。 凯瑟琳无法满足沙莉外出玩耍的需求, 所以她在泡泡里布置了许多毛绒玩具和毯子, 以使沙莉能够更舒适地休息。 但沙莉并不在乎这些, 她只想玩耍。 随着身体逐渐康复, 她变得更加活跃。 不仅会咬那些用于治疗的管子, 还会咬泡泡里的毛绒玩具。 而且, 她会盯着泡泡外面的世界, 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对外界的渴望。 最终有一天, 她抬起小爪子, 开始巴拉挡在她面前的隔离墙。 凯瑟琳注意到了这个情况, 试探性地打开了氧气仓, 想看看沙莉会有什么反应。 沙莉摇晃着小身子, 勇敢地走出了泡泡, 好奇地打量着这个新世界。 然而, 没过多久, 她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的症状, 凯瑟琳赶紧将她放回泡泡里。 尽管这次冒险只持续了几秒钟, 却无法阻止沙莉再次充满好奇心的尝试。 她在泡泡里对外面的人叫唤, 仿佛再说快放我出去, 我准备好了。 每当有机会外出时, 她的小尾巴都不停地摇动。 医生建议凯瑟琳继续这样的尝试, 以加强沙莉的肺部功能。 于是, 凯瑟琳改变了原先的计划, 开始与沙莉尝试新的治疗方法。 她每天都试着将沙莉带出泡泡, 让她在地板上走动。 通常, 这个过程只能持续不到一分钟, 沙莉就会开始大口喘气, 然后凯瑟琳会将她放回泡泡里。 这种方法在逐渐增加沙莉在外面活动的时间, 同时不让她的肺部过度负荷。 在一次次的尝试下, 沙莉的每日冒险时间不断延长, 从30秒到60秒, 再到两分钟, 三分钟, 沙莉不需要依赖西洋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看起来也更有活力了。 看着她精力充沛的样子, 不知道为什么让人有点想要流眼泪。 小泡泡跟不上沙莉的成长, 凯瑟琳就发挥创意, 给她建了个更大的围栏, 外围用有机玻璃圈起来, 让里面仍然有足够的氧气流动。 空间大了之后, 沙莉的活动范围也就大了, 她可以一边吸氧, 一边在里面跑来跑去, 锻炼肺部。 有时候, 凯瑟琳和其他人还会钻进去和沙莉一起玩, 有了充足的氧气, 他们可以想玩多久就玩多久。 每次凯瑟琳一进去, 沙莉就会非常开心。 当然, 沙莉还是会从大泡泡里出来, 渐渐地, 她已经明白了自己身体承受的极限, 知道什么时候该回泡泡里去。 就这样, 在不断尝试和康复训练中, 沙莉终于慢慢康复了, 虽然这让凯瑟琳知道, 他们马上就要分开了。 好在沙莉非常幸运地被邦妮领养, 而邦妮和凯瑟琳 是同事兼好友, 都是兽医技术人员。 从凯瑟琳开始救助沙莉的那一刻起, 邦妮就一直关注着这只小狗狗, 并与凯瑟琳商定, 一旦沙莉康复健康, 就正式收养它。 沙莉搬进新家的那一天, 她的状态非常好, 无论情绪还是健康都非常稳定。 邦妮直接说她是个小天使。 在新家的第一天, 邦妮向沙莉介绍了其他狗狗, 沙莉很快就与它们打成一片, 融入了新的家庭。 邦妮为考虑到沙莉刚刚康复, 为她准备了一个小床, 上面盖着毛茸茸的毯子。 当沙莉玩累了时, 她会跑到自己的床上休息。 没过多久, 沙莉对周围的环境变得熟悉起来, 变得兴奋起来, 总是跟在邦妮身后, 在客厅里奔跑玩耍。 有时候, 她可能会调皮闯祸, 或者疯狂追逐自己的尾巴, 像个转动的风车一样。 这些都是沙莉快乐健康的表现。 沙莉听到散步这个词, 就会兴奋地蹦来蹦去, 仿佛停不下来。 邦妮说, 沙莉因为疾病被困在泡泡里, 错过了很多事情。 我们的目标是, 让她重新拥有自己的生活, 去体验那些错过的东西。 因此, 沙莉有了第一次去公园的经历, 第一次去玩水, 旨在让她适应水的感觉。 还有第一次去商店挑选玩具, 第一次露营, 以及她的第一个生日派对, 凯瑟琳也参加了庆祝活动。 看着沙莉完全康复, 每天都更加活泼的样子, 凯瑟琳回想起她奄奄一息的时候, 不禁感叹, 这就是她们坚持救助小动物的原因。 她们希望让这些小生命沉浸在爱中, 与爱她们的家人们一起度过美好的生活。 看完沙莉的康复之旅后, 许多网友都被感动地流下了眼泪。 这个故事确实充满了令人动容的爱意。 即使沙莉是一只冰死的小狗, 每个人都努力为她争取一个未来, 包括她自己。 这种充满爱和坚韧的精神是让人动容的。 可以想象, 在这个充满爱的环境中, 沙莉将继续拥有许多第一次的经历和幸福。 作为泡泡女孩, 她已经摆脱了氧气仓, 未来一定会健康快乐地成长。 那么,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的不要忘记点点关注,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